台灣各地還有澎湖金門馬祖大多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只有在東南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 而午後呢西半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山區的觀眾要特別注意囉 因為可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陣雨 記得一定要帶好雨具 中南部地區還有各地的山區也是有豪大雨 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至於在夜晚到清晨的西半部地區呢 則是可能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 不過受到封面影響 今天上午開始黃海南部的平均風力會增強到6到7級 雷雨區最大的陣風甚至有可能到10級 所以船隻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而前天呢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在日本的東方海面行程 目前向北北東移動 對台灣的影響其實不是很大 接下來帶你關心各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基隆台北新北高溫27度 高溫34度低溫26度 桃園新竹苗栗呢則是33度的高溫 低溫25度都是有雨 在台中彰化南投高溫33度低溫25度 高雄平東南部地區高溫33度高溫33度低溫25度 好另外也要提醒您呢全台天氣晴朗 不過要注意午後的雷雨狀況 至於在封面的影響呢在黃海南部風力將會稍微增強一點點6到7級 而在大雷雨地區呢可能會到10級喔 所以出海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一點點 另外呢要提醒您在3號的時候 有一個熱帶性低吸壓生成了 不過目前它是在日本的東方海面 秩序往北北東來移動 所以說呢對台灣是暫時沒有影響的 今天早上的最新訊息就要帶你來看到了 又有機組援主